大家好,我叫文杰,来自于成都市第三日运远急诊科 今天我与大家一起来学习气道梗嘱的急救方法 如果有人出现异物梗嘱 他首先的表情是 他会用两只手插在他脖子,然后没法发声 他表情很痛苦,面色可能会苍白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过去去问他 你是不是被东西卡住了 这个时候他会不停地点头 这个时候他点头了,我们可以做下一步的急救措施 就是海默尼克斯手法 这个时候我们就起病人 两脚分开与肩同宽 我们站在病人身后,成功之步 成功之步,站在病人身后 就是被义务根住了一个病人 我们站在身后,成功之步 他是双脚分开 这个时候我们找到他肚脐 肚脐上面两痕子 我们右手握空心拳 握空心拳,拳眼朝下 就是起我们两痕子那儿 然后另外一手包住我们的手的拳头 然后用力向内向上 用力地挤压五次 五次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嘴巴里面 有没有东西出来 如果有东西出来 我们就把东西给他清洗干净 如果没有,这个时候我们再接着做五次 一直做到他有东西出来 如果这个时候病人突发意识丧失 这个时候他没劲了 这个时候我们刚好是工资不在这儿 我们就可以顺势把它放在印地面上 给他做 心肺不舒服 如果我们家里 特别是在有小朋友 有新生的家里 最常见的可能就是一个心肾儿的一个窒息 因为窒息 一户肯主最高发的人群 首先就有一个是小朋友 就是地理的小朋友吃东西 或者吃腐蚀吃奶 这些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还有一个就是老年人 就是有老年吃的老年人可能会出现情况 如果老是老年人 就用开始我教大家承认了 还没立刻是个手法 如果是心肾儿我们怎么做呢 如果是小婴儿这个时候 他体重比较轻 我们一只手就可以把它抱起来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让他背 躺在我们的前臂上面 然后用我们的食指和大拇指 捏着他的后脑勺 我们就说了后脑勺 然后开放了七头 让他的七头打开 就和我们刚才一样 头后仰 然后七头打开 打开了之后 我们让他逃跑 是在最低位 然后我们用两只手 然后在他两个头连线的终点 给他一个冲击 冲击的次数还是五次 每冲击五次我们观察 然后冲击的过程中 一直保持他气到一个开放 打开的状态 就是让他头后仰 这个时候 零一零二零三零四零五 五次之后 我们观察他口腔里面有东西 如果有东西 我们就把东西抠出来 如果没有 这个时候我们再给他翻一面 就我们用我们的食指和骨子 捏住他的颧骨 然后给他翻一个面 同时保持他气到打开 让他趴在我们另外一只手的前臂上 然后气到打开 打开了之后 我们用我们的另一只手的掌根 去拍他的肩甲 两肩 肩甲骨之间 这个时候拍也是五次 零一零二零三零四零五 五次之后 我们就看他口腔里面有没有东西出来 如果一股出来了之后 这个时候他肯定会提哭 或者他会发出声音 那这个时候说明我们 急救是有效的 同时他的面色 就会从发干的面色变得口 红乱 口唇就会变得红乱 就像我们现在这个小朋友 口唇是比较红乱的 看视频上封面